李宋贤曾是香港无线市地,前TVB当红帅哥小生,早前加入亚视ATV,出演多部影视剧集,而后加入无线TVB,96年的《笑傲江虎》让他成为史上最帅的令狐冲,却也让他的事业达到顶级。 此后的十年间,他几乎鲜有作品问世,去年他与邓超合作《烈日灼星》,才在荧幕上再一次看见他的身影。 去年曾是香港小姐冠军谭小桓卖一旦的新闻被多家媒体报道,落魄现状让人唏嘘不已,当年谭小桓当选为港姐冠军之后就加入无线,出道作品是《蛊惑仔二只猛龙过江》,之后谭小桓一直在无线出演很多电视剧,但一直半红不子的。 2007年谭小桓结婚,婚后在TVB的地位更是凄惨,只能出演一些三四线的角色,后来他逐渐减少了拍戏。 转行去卖鱼弹,梁佩玲90年代时,他堪称金庸女星,曾扮演书建恩丑陆的乡乡公主,最著名的是小江湖的任盈盈。 2006年12月,梁佩玲到澳大利亚拍摄外景,途中发生交通意外,伤势严重。 数条肋骨及恶骨有裂痕,再一次露面,是以助行驾协助步行,行走间举步维艰,状态十分辛苦。 江华当年在亚市,凭借我和春天有个约会,红透香港,成为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,之后以西游剧中躺三藏一脚红旗一时。 2004年参演的楚汉焦雄,再次创下44点收视纪录。 但此后几乎没有作品,近几年人气更是大滑坡。 2006年患上抑郁症,再加上遥伤旧级,再加修养,逐渐单出影视剧,2015年转行当保险员。 1986年,罗家良以天地男儿神明大造,随后的难兄难弟更将他的事业推上高峰。 奠定他在TVB一喝一元的地位,此后他更是以多部热播剧成为无线历史上唯一一位莲装三届的师弟。 2003年,罗家良离开TVB转账内地发展,先后才已拍摄了多部电视剧,但反响频频,有的甚至堪称烂片。 马俊伟1993年出道做歌手,后未被华纳续约,于是转行做演员,从94年开始出演电视剧,直到TVB当家响声。 他是录顶记里的康熙,罗神中的曹职,2006年更凭借铁血保镖,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,我最喜爱的电视男角色。 2012年前往内地发展,随后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可惜无法收复往日的辉煌,近日来还接拍了半妖青城饰演魔界妖王莫渊,差点认不出他就是马俊伟。 陈妙英曾是与蔡少芬齐名的无限当家花旦,离开无限后他气势从商,如今是美容集团老板,据悉后来他在饮食生意方面也上了轨道,餐厅的分店开了一间又一间。